施工至鹿他縣 民宅強烈傾斜 瓦斯外泄 急撤跋石戶 哇 這是怎麼一回事 柏油鹿他縣 還成了個大水池 旁邊的民宅 牆面裂開房屋傾斜 儼然成了圍樓 新北市永和這處工地 今天上午疑似事工不慎 造成緊鄰民宅的路面塌陷 巨大壓力還壓斷了自來水及瓦斯管線 空氣中瀰漫濃濃瓦斯味 傾斜而出的自來水加重災情 將路面下的泥沙衝到工地 消防員趕緊到廠灑水防護 維持通風 負責工地的建設公司 也緊急吊派水泥車來灌漿 填補下線的凹洞 主要影響由六棟三十戶 相關單位進行緊急疏散 安置受損住戶及後續搶修處理 所有初步搶修預計將在下午四點左右完成 突發中心有家歸不得報導 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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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